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大家好 又是我冯伟光和大家评论政局的时间 当然大家都是关心疫情 我们近日的疫情的日诊数字跌破了万 但是我们的总体第五波的确诊数字 即是由2021年12月31日开始的第五波 到现在大概是三个月 我们是超过了180万宗的 每天的确诊死亡数字 都是大概200宗的上下 虽然我们近日可能会跌破200多宗 但是我们累计这三个月左右 其实都未足三个月死了7000人 而香港大学的估算 我们有机会是会死9000甚至接近过万人 而主要就是三个高危群组 就是长者、长期病患者和小孩 幼童的死亡个案最近少了些 但是大家都不要忘记现在的疫情 其实相对去年我们有六七个月是没有什么疫情的 前四波的数字我们仍然是高期的 以至到相对你说三月三日高峰值的时候 我们七万宗一天 我们现在不足一万好像可以输一口气 其实这只是一个比较的问题 我们不要忘记看回第五波疫情的海啸式泛滥 和我们中间因为有春节假期 大家放松了去拜年是有些关系的 不要忘记我们其实由到现在的录影的时候 三月底的时候社交距离其实都是没有放松过的 我们的社交距离真的会放松是4月20日开始分三阶段的 相据现在有接近过月的时间的 但仍然是落得这么高的感染数和死亡数 就是因为就算我们有社交距离的措施也好 由于我们有隐蔽的传播链 于是再加上我们所三个高危群组 确实会被Omicron去攻击 英文说是vulnerable而受感染而致命 所以我们不要以现在的数字 相对3月3日的风值我们就放松 不要忘记我们之前有春节 所以令到那个传播链可以广泛地传播 我们未来有清明节有复活节 这是第一个假期的因素我们要考虑 第二个因素就是 由于政府在4月1日开始 容许那些英米已经熔断了的飞机飞回来 本来这是一个得证来的 因为确实对港人要回来 他们连回家都没门 但是当然我们这么不幸 里面有一两个是传播链 加上假期就所谓火上加油了 还有第三点我们要考虑就是 我们其实学校也会复课 而特首认为 因为接受教育是一个权利 就不应该以打针作为一个考虑 即作为一个先机条件 即是说可能有些学童 上学的时候基于种种原因 基于他们的家长可能不相信针 或者一些意识形态的因素 他们可能没有打针 而不幸成为一个传播者 所以我们可以说在无法清除隐性传播者的情况下 我们开始放松我们的社交距离 又有假期的因素 又有回港的因素 又有4月20日开始分三阶段放松的因素 我们可能这第五波是会反弹的 我明白大家很心急 也都明白香港的经济 真的已经是百业萧条 我也都明白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可能特区政府要考虑到一些外商的观感和反应 但是我们都要明白 疫症是不会理会你的经济因素的 也都不会理会你的意识形态因素的 所以我是有点担心 会不会在一个月之后 我们因为刚才说的那几个因素 而令到它反弹呢 而这个反弹就可能会影响到什么呢 就是特首的选举期间 因为4月16日之后 我们就会有这个提名议结束 就开始有特首的 campaign 就是拉票期 然后就5月8日选举 会不会中间出现一些波动 出现一些影响呢 我们就要留意 而更重要就是我们的人命的因素 我们可不可以避免到 港大所预测的9000至1万死亡 以至于我个人担心 接着疫情反弹 而令到更多人死亡的情况 我真是希望我的担心不会出现 好 今天到这里为止 拜拜